字幕志愿者 黃昌 我們在清澈金融 怎麼這麼丟臉? 拉菇, 讓我嘗嘗 真的很緊, 可能吃錯了 是… 什麼吃錯?用陰力的 你嘗嘗 就像二老手掛起剪的都留不開 那我這些靠養品吃的哪能留得開 拿來吧, 糟糕 大哥 行了…我簽署了, 來… 拿來 謝謝 好聰明 其實不是什麼聰明不聰明 這些招數大家都認識 誰說, 他們倆就不認識 是呀 都是大哥最可靠的 行了…我洗完手吃東西 有經驗真的有經驗 真的, 雕松小技 你叔叔是最接近神的男人妹妹不認識 就是除了橡筋之外 半濕的毛巾或膠手套都可以扭開 阿叔, 剛才你怎麼了? 剛才?剛才拉菇被爸爸威風 難道我搶爸爸風頭嗎? 你冷靜, 你 開門吧 謝謝 快點開 真是很懶惰 真是, 真是 早安 早安, 大家好 早安… 不好意思, 最近經常上來吃餐 行了, 大家明白了 樓下的衣服 怕阿芬媽撞破不太好 不錯的 什麼衣服?說得這麼酸? 拉菇和涼粉那些是正常拍拖的相處 在這裡, 相處是比較安全的 阿芬, 阿大Sir, 早安 還帶相? 應該跟拉菇叫, 大佬 來, 叫大佬, 來… 你多嘗嘗 別管他, 坐下, 坐下 坐下 大佬 拉菇, 你也挺不自私的 蔥爸爸和涼粉那杯 你這個人這麼大小 以前除了拉菇自己的杯子外 一向只有阿爺有得喝 知道爸爸有得喝, 我無所謂 就是衣服的良品, 有得喝 跟爸爸看齊, 不是吧 你吃東西吧 這麼多事說 我吃不完, 替你一半吧 好 大哥, 我最近保持健康 我再替你分一半 你今天下午有空嗎? 我…沒事, 幹什麼? 我回房間的迷路壞了 我想你陪我去選擇 我店舖剛翻了一批德國的音響 拿一套給你 不用了, 我只喜歡大哥 替我選擇那隻韓國牌子 那…我替你去吧, 走 我替你分析了, 今天拿了半天假 不如我陪你去吧 大哥, 你也一起去吧 好… 一起去 選擇家庭影音, 除了看學校外 餡料也很重要 還有, 音箱結構設計得好嗎? 用什麼物料 和聽歌的環境配合嗎? 總之就是很多學問 我那些人複雜的, 我聽不懂 所以從小到大, 你所用的電器 都是大哥和你一手包辦 有大哥在身邊 我有什麼要自己擔心的 不過希望將來你的另一半 不要怪大哥, 還壞了你就可以了 你好, 有什麼幫到你們的? 麻煩你, 我想找一套 SS1995型號的看看 這個款式已經停了一產 不過類似這樣的型號 有些進階版的 不如我拿契約給你看看 好, 謝謝 這個有兩款, 可以推介給你們 英雄 上面那一款, 它有2.1多星度 我也在用的 不, 當然是用這款 我在阿瑩家裡聽過, 相信我 這款是不錯的 不過價錢不夠我選的那一款 那麼經濟 但多花一點錢 就可以享受到7.1還回立體星 我覺得英雄不需要用到這麼高階 阿妹才是用的 阿妹, 你自己決定 兩款都這麼好, 兩款都買 阿妹, 你一間房間裝兩套機 大哥, 我們聽一部Hifi開始舊了 買了兩款, 一部擺房, 一部擺廳 謝謝, 我想要兩款 好, 謝謝 我們有送貨和安裝服務 請問你們需不需要 不需要 不需要 那又要自己博士? 博士這些粗重的東西, 讓我來吧 你過門都是客人, 哪敢勞煩你 我來博士就行了, 我博士就行了 阿妹 你選哪一套放在你自己的房間? 你選大Sir選的那套還是我選的那套? 兩套都這麼漂亮, 擲公自決定 好 你找人嗎? 來, 大佬, 你選什麼? 公, 我選紙 好 自和, 真是涼粉選的那套放在我房間 那我裝回自己選的那套 我進去買東西 我拿這套褲給你換吧, 太髒了 不要緊, 不覺得的 不要緊, 很快而已 把湯蟹拿給你, 等等 我去買吧 我妹妹真是離譜的, 問也沒問我 就把這套褲子的褲子拿給我份上 話說回來, 阿壯這套褲子挺舒服的 這套褲子的褲子嗎? 不是是誰的? 我不知道, 隨手拿而已 那不是大Sir的? 是又怎麼樣?穿著而已 大哥沒那麼小器的 洗乾淨還給他就行了 爸爸 這麼快幫拉菇捕捕捕捕回來嗎? 好, 那個不是我, 是阿芬而已 怎麼了? 幹什麼? 外面有東西焦了 大哥, 煮焦了東西嗎? 爸爸的臉焦了 你們兩個再搞二人世界的話 外面有火燭了 好, 大哥 大哥, 有事要幫忙嗎? 起來了, 什麼事? 那個位是爸爸的, 過來 很香 還欠一點蜜糖, 吊一下味道就行了 好 開不了 好 請我來吧, 聽聽聽了嗎? 搞定了, 開座了 廚房這麼擠, 你去看電視吧 是呀… 大哥, 我不是拿蜜糖嗎? 我好像又做錯了事似的 蜜糖蓋是馬雞龜爸爸開的 你們做什麼事? 還有什麼潛規則, 拜託你一次說吧 回去出一份面帽 提醒同事 勤進去檢查特別易碎的 例如彈卷、鳳凰卷 如果碎了, 千萬不要賣給客人 好 這麼巧來巡航嗎? 特地來找我嗎? 你也想, 幫你做主席的 大哥約了朋友喝茶 他們全都是在加拿大回來的 想幫他選手信 好, 張單入和數 那我不用遷就你了 不用遷就他, 我先做事 好 什麼事?英雄 那個男人好像幫我懶惰 不認識三個人? 你在這裡等我 阿斌, 阿斌 阿斌 阿斌坐得這麼急, 什麼事? 他去了追菲利馬少爺那個男人 大哥 阿斌, 你幹嘛放走? 不是, 那個男人說沒有菲利英雄 他只是衣服遷就他了 他說你又想? 阿斌 本路就抓到了 你被你這個好男朋友放走了 不是, 那個男人說沒有菲利利 我看他說青根也燃了 青什麼根?是你見到他大隻, 你害怕 我又不是警察, 我不可以抓住他 他要走我沒辦法 其實我也不肯定那個男人是否有心 或者誤會 如果肯定的話就報警抓了他 就是不肯定才抓住他, 文青文楚 阿斌, 這是你女朋友 怎麼能讓他被人拼謀呢? 大哥, 剛才那個男人神高神大 打起來, 他很吃虧的 萬一那個真的會浪, 那又怎麼樣? 我寧願自己吃虧, 也不想他有事 阿斌, 為了要你好好保護我妹妹 你是時候跟我學幾招了, 明白嗎? 好 大Sir, 你游到黑帶嗎? 懲教署需要學嗎? 我是自發請他學的 要好好保護自己的女人 是男人的責任, 知道嗎? 我是今天的助教, 馬壯 那這個是甚麼? 這個是你要保護的目標 是這樣的, 因為為了安全起見 我們不會用拉菇的真身 用拉菇的紙牌 明白 阿芬 是 搬過來 我警告你, 你的手銜怎麼知道 對不起… 等我來… 好, 第一課 我站這邊是馬路 如果你和我妹妹逛街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走 這樣吧 錯 為什麼? 英雄喜歡我拖著她左邊的 她不懂得保護自己 你應該懂得保護她嘛 當你站在近馬路這邊的時候 無論是有車也好 或者是高空站也好 你也可以第一時間擋著她, 知道嗎? 知道 現在問你 當你們兩個站在那裡的時候 你應該怎麼站在那裡呢? 這邊嘛, 排排棋 錯 又錯? 你有沒有在家裡見到警察 盤問那些可疑人物? 沒見過 沒見過 我告訴你 當一個人去盤問一個可疑人物的時候 必定是保持四十五度角 向著對方 為什麼呢? 聽著 現在當你是那個可疑人物 我來盤問你 但是你發冷卓要攻擊我 什麼事? 攻擊我 不要… 來吧 你說我而已, 你小心點 慢著, 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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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著 看得到嗎? 看得到, 看得到 這樣我的右手可以擋住你的進攻 是 左手可以趁機保護我的妹妹 接著又怎麼樣, 接著 打開我 拉姑, 很多菜 很棒 很好 那是什麼日子? 全部菜都是迎合一個人的口味 拉姑為了哄老爺, 又出錢又出力 只要他相信一條戲, 多多錢也沒計 他和蔡媽呢? 在天台 天台?他們上去幹什麼? 他教娘粉怎麼做一個男人 你知不知道一個男人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什麼? 是最欺負你女人的人, 當是仇人 就像這樣, 緊緊鎖著他 不可以給他一無反擊的機會 明白嗎? 爸爸, 梁芬明白了 你先放手, 他斷氣了, 斷氣了 明白嗎? 大聲, 大概明白 你先放手, 站起來 現在反過來 你是做防守的, 我是做攻擊的 小力一點, 忍一忍… 阿強, 你小力一點擦吧, 她會痛 不用力一點, 拉姑很難擦散乳血 拉姑, 你怕涼粉痛的話 你自己幫她擦吧 被人家看到, 我怕下次打到她站不起來 大師爺也是為你好 他希望我能保護你 我真的寧願大哥沒那麼疼愛我 浪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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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現在你要肉赤涼粉嗎? 難道有得她整天在妹妹身邊 就做一隻軟腳蟹嗎? 我不是肉赤涼粉, 我肉赤你 你不痛的嗎? 不痛的, 你不是故意的嗎? 故意?拉姑也不會女生外向 更何況是我 大哥, 過來吃飯了 行了 大師爺, 能吃飯嗎? 我知道, 妹妹叫我過來 娘粉, 坐吧, 坐吧 吃飯… 老大, 做了你最喜歡吃的魚腸蒸蛋 娘粉, 你也趁熱吃吧 謝謝 不用 拉姑, 你不比娘粉的刀魚腸 比比爸爸的刀 糟了, 真沒心 阿芬 你知不知道魚腸膽固醇很高嗎? 我也知道 知道你還吃嗎? 我娘粉看你這樣, 年紀都吃 就不為意了 我怎麼同? 我每隔兩個星期就檢查膽固醇 保持在四點多, 未夠五點之間 你呢? 我平時沒有檢查膽固醇 不過我身體也不差 也不差? 那就是靠猜測了 你已經三張多了 你一共驗過多少次身? 其實我怕打針驗血 所以我沒有驗過身 什麼? 你說什麼? 真是, 看你怎麼說一句 萬一你是什麼三長兩短 你連什麼血型都不知道 也是的 吃飯吧 吃飯… 吃生花嗎? 來吧, 阿嬤, 來吧 阿嬤, 送了溫室蘋果給我 我過來這邊給大家吃 來吧 阿芬, 不如試試溫室蘋果吧 好, 大長 大長, 米Sir 放開牠, 救你這件事 針筒 你幫牠抽血 不動… 按著牠不要動 我把針斷了就麻煩了 大哥, 你怎麼會這樣堅持人血 阿妹, 放心 我受過訓練就沒事了 行不行 行 來 真棒 按著, 自己按著 這麼多血夠用了 我馬上把隔壁放在楊醫生 叫牠趁身先馬上化驗 我們今次要這麼多東西 對呀, 沒那麼快的結果 我不急的 是嗎 是嗎, 大Sir 你的未來妹夫 被你強行抽血化驗 沒有抗疫嗎 我告訴他 三十多歲的大男人 居然因為怕打針 所以一次身都沒有驗過 他有機會照顧我妹妹下半生的嘛 怎麼可以這麼不負責任呢 雖然我不是很同意你強行來的做法 但是一個男人連自己什麼血型都不知道 出了事就是對家人的負責任 我就是這個意思 我妹妹是愛情至上的 她不懂得為自己著想的 所以你就寧願做醜人 跟她出口 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如果你還是生我的氣 我先回房間 為甚麼? 為何我每個男朋友都看不順眼 你那些什麼?Tim、Philip 你自己看著頭 你也覺得很反胃才算 那娘粉呢? 你們之前兩個很合嘴型 吃東西的口味又一樣 你又經常稱他好兒子 為何現在他好像捉住你的臉 捉住你的鼻子一樣 是因為他現在的身分不同了 他現在是我妹妹的男朋友 所以我對他的要求也不同了 妹妹,我和你的年紀相差這麼多年 在你的成長期 我根本沒什麼在你身邊 坦白說,我根本就不懂得怎麼跟你相處 後來我還結婚,有自己的家庭 更加分不上心去照顧你和媽媽 所以你就一直覺得我和媽媽相依為命 男人有時候是粗心大意的 男人有時候,直至媽媽臨走的時候 她吩咐我,要我好好照顧你 但是我跟她說,我三個都是兒子 我根本就不懂得怎麼照顧一個女孩子 但是媽媽跟我說,她說你當是自己的女兒 對女兒就盡量認識就可以了 媽媽真是好 她還說女人下半身的幸福 再看你能否選擇一個好的老公 就像博彩一樣 如果老公選得不好,你下半身就要仇苦 所以要在一個女兒還在自己身邊 在自己的保護之下 要盡量好好的去疼她,愛護她 知道,但是我是馬虎 老公,我不會這麼被動的 任何人要埋在你身上 我必定會把她當犯人 才能過得到我這關才算 但是你這樣,嚇走了那些人 兇神惡煞 妹妹,如果這麼容易被我嚇得走 她有什麼資格做你的男朋友 有什麼資格做我的妹夫,是不是 可以輕手一點嗎 竟然為了怕抽血而不肯去驗身 真是被她氣死 原來有很多高血壓病人 即使平時血壓保持得不錯 他們到診所覆診的時候 都會因為害怕而超標 所以建議你們平時在家裡 定期用一個預先調較好的血壓計 量下血壓,交給醫生做參考 遙遠,赤身參與漫長競賽 回家這路線快樂報警四邊覆蓋 越行越遠,困倦了總有家中 這道門為我開 這道門為了解